特别是 过去释迦牟尼佛 曾经告诉我们 这个佛法 南文 经理文 就算你听到一句 都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生能够了生死 出三界 所以这个道理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再加上现在这个四道 我们这个四道 很乱 这个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再加上我们 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生 必有死 有生 必有老 有生 又避免不了病苦 而最后 什么都带不走 你说 苦不苦呢 如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们应当要更加精进念佛 因为只有念佛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在华眼经 在华眼经 在法华经 大吉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特别的是这一部阿弥陀经 都劝导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道理啊 是很深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今天跟大家有这个因缘啊 我感谢我们的博士 法器啊 同修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总干事啊 夫妻啊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接个法员 因为我们法师啊 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工作 就是奖金 我们法师不是搞什么 明文立养啊 搞一些什么那个 搞什么要 把这个道场要搞大呀 要拉信徒啊 不是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最大的目标 我们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续佛会命 能够让佛法 对世间有帮助 所以有人问我啊 师父 我们在这个世上 什么样的是最快乐 随喜功德是最快乐 你要学习随喜 有钱 我们多布施一点 没有钱 我们都念佛啊 很简单嘛 其实这个生活人生很简单的 只是因为我们 没有智慧 越搞越复杂 你们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 其实这个人生很简单啊 只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 把这个事情呢 搞到越来越复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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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